一个斩过秦关的女人 今后一定是顺风顺水 她舍弃那个她最爱的人 一定是因为她伤得太深 让她不得不学会爱自己 当她开始爱自己的时候 那个真正爱她的人才会出现 你不要不相信 老师给你讲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之前老师云游到法喜寺的时候 遇到一个女粉丝 她认出我的时候非常兴奋 说关注我一年多了 最近真的非常困扰 正在纠结要不要来找我 今天来上香 也是想来找找答案 结果正巧遇到我 老师看她跟我有缘 就问她到底遇到什么困难 我为她免费测算 她就说自己和老公已经结婚十来年了 本来想着时间这么长了 忍忍就过去了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 实在让她难以忍受 先是发现老公出轨 一开始老公还花言巧语骗她 结果她拿出证据以后 老公不但爽快承认 还对她恶语相向 说她是个黄脸婆 不在家好好带孩子 还管起她来了 之后更是大摇大摆 出去跟小三私混 甚至她生了重病 老公都没来看过一眼 她说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是真的心寒了 她为这个家十多年的付出 就像一场笑话 她想不通 以前相濡以沫的爱人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她该离婚吗 老师看了他俩的八字命盘以后 发现这个男人的日主 属土 又是身强 是典型的劫财男 很会花言巧语 又自私自利 而且是命里桃花特别多 就算没有这么一个小三 也会有下面一个小四小五的出现 而她的八字身弱又属水 她老公明显不是她的正愿 早就该分手了 要是继续勉强在一起 只会消耗她所有的好运和福报 连孩子都会受到影响 她听了以后是泪流满面 以前在一起的时光太过美好 她也知道应该离婚 但是心里还是舍不得 后来还是很下心 拜托老师帮她做了战桃花法师 斩断她和老公的这段孽缘 做完以后 她也很快和老公离了婚 开始继续自己之前的事业 现在已经遇到一个真正爱她之人 老师就是想告诉你们 该斩断的孽缘 一定要及时抽身 不然自己只会反受其乱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 可以来私讯老师你的生辰八字 为你斩去烂桃花 遇到那个对的人